4月11号晚,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善继祥在浙江宁波主旨演讲 故宫论坛第三季知故宫上心了 自4月8号正式宣布退休后 出工后的善继祥与宁波再就业 现场他被聘为中国宁波特色文化产业博览会顾问 创意宁波2020建设计划顾问 他谈到自己的退休生活时表示 第一次体会到退休也这么累 退休后连续刷了三个晚上的微信微博 这次不同的是四天前我退休了 我才第一次体会到退休也很累啊 我连续看了三天晚上的微信微博 一千多份 这个大致都是两层意思 一路是朋友们呢说祝福我 这个终于平安地退休了 一个那是同事们说 哎呀我这老头终于退休了 我们可以休息休息了 给我们派来了优秀的故宫博物院院长 王许冬先生 当天宣布的晚上 我们一起夜查了故宫的中控室和我们的安全保卫的各个部门 那么第二天我们呢又一起在故宫里面走的一万五千步 查看和项目的交接 那么我感到我们故宫的未来大有希望 那么我们会风雨同周继续把故宫的工作做好 现场演讲整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做文化传播就是要有一颗年轻的心 三年前我测试过我的心理年龄28岁 现在呢过了三年我在测试可能就25岁 当我们把这些文创产品加上我们各种影视 和我们展览的信息公布出去以后 居然去年走进故宫博物院的年轻人超过了40% 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年轻人他们需要这样的文化 而古老的紫禁城有的这些年轻人的参观 他变得更年轻 演讲最后 单继祥在屏幕上放出一张照片 正新鸟单继祥王旭东三代故宫博物院院长坐在一起 单继祥表示 他们全体都立下誓言 一定要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 七年多的博物馆的馆长的生涯告诉我 什么才叫文物保护好 只有一些文物拥有尊严拥有魅力 重新走到人的生活中才叫好的文物保护 什么是好的文物馆馆长 就要尽心竭力 确保文物的安全 把文物资源能够更多的奉献给社会 你才是一个好的博物馆馆馆 我们做得很不够 但是我们努力 我们迎来了我们的新的馆长 我们三院馆长坐在一起 我们的全体的领导馆 立下了这个誓言 我们一定要把壮美的资金层 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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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